啊哈,今天应该是2020年2月14号,星期五,我这应该是今年的第四期,和我们汤姆老弟合作,把北美的华人生活介绍给大家。 啊,这个晴天真的不容易,这是我住的building,不知道还能做多久,因为我离婚快两年了嘛,现在还住在这里, 嗯,太清楚了,所以最近在家休息养伤快好了,也三个月了。 嗯,讲一讲现在的疫情吧,很奇怪,昨天听到日本刚刚把所有的水上的飞机的, 嗯,这些,进出口的,人吧,都封了,停了,好像是,是因为是一个这个邮轮的公主号引发的吧,好像是。 昨天看到台湾新闻报道,我说的奇怪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日本也是,呃,在所有封国的这个, 举措当中呢,是比较晚的啦。 它现在好像有两百多例,是第二大,被瘟疫感染的,是吧? 第二大国。我现在所在的北美,呃,准确的说是加拿大,好像现在还没有封。 这个年轻的元首啊,他是总理竞选上去的,他是行政治理国家的第一位人物。 他还没有宣布封国,也就是说,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 现在来加拿大的呢,可以继续来,哪怕旅游签证,只要你有,但是签证恐怕不行啦。 因为签证,那个,咱们有五个,加原来的,旧的有两个还是三个,大概有七八个签证处吧。 基本上不上班了,好像。你们在网上查一查。 嗯,这个视频还不能太长,太长了,发起email来,还会断。 所以呢,我看看,现在三分钟,还可以说两句。 嗯,如果需要联系我的话呢,呃,我的微信号呢,我老迪会帮我打出来。 TJ网2003,了解一下华人在北美生活的情况啊。 特别是加拿大,我在这个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,温哥华。 嗯,欢迎大家来旅行啊。 现在还欢迎,因为我们总理,小土豆同志,还在欢迎。 很奇怪,他这些虽然民主选举的总理啊。 他下面这个,不管卫生部也好,是什么移民部也好,什么什么等等等等。 都跟着他一块起哄。 你比如现在还说,哎呀,不用戴土豆,不要戴口罩。 咱们还,他们那些政府官员还跑到华人餐馆里支持,说大家都来吃饭啊,都来买东西。 嗯,真的很奇怪。 好吧,总的来说是对咱们华人比较好的消息了。 谢谢大家。